1944年 世界上第一枚弹道导弹 V-2导弹出现 这是世界上最早投入实战的弹道导弹 也成为了人类第一个飞行到太空的人造物 让世界火箭发展进入了全新的时代 V-2长达14米 直径1.2米 最大飞行速度接近5马赫 即便是如今 这个速度都是佼佼者 有了秘密武器之后 德国想要统治欧洲的野心也愈发膨胀 1944年5月16日 一个德军司令下令使用V-2 德国首次对英国发射了两枚V-2 弹军已失败告终 两天以后 德国将第一颗V-2导弹送入英国伦敦 导弹成功在伦敦市中心引爆 这是V-2首次在英国领土成功爆炸 对英国民众造成了巨大的恐惧 在导弹研发出来以后 德国在两年里向英国发射了1万多枚导弹 造成了3万多人的死亡 这让V-2在世界上成功打响了名气 V-2的精确度并不高 这1万多枚导弹几乎没有命中过目标 但是它造成的伤亡以及巨大的破坏力 对英国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不过V-2的成功并没有让德国取得战争的胜利 在战争的后期 德国还尝试过在卡车上安装V-2 这也是现代导弹车的原型 不过并没有取得成效 战争结束后 德国的技术也被各国瓜分 最终美苏都通过V-2研发出了自己的弹导导弹